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能够合用在神的手中 能够在教会当中能够配合 能够建造神荣耀的教会 这是最重要 因为其实神的心意就在教会 Amen 今天中午呢 跟大家就稍微分享一下 关于转化 那我知道在这些年日来讲 转化是一个在教会里面非常热门 流行 教会很多流行 转化是其中一个流行的题目 但是其实这些年我也听过很多很多转化的信息 我也参加过很多很多转化的特会 一开始有时候说真的 有时候听的是迷迷糊糊 因为其实各家讲的都不一样 而且呢 好像各家都觉得他们是唯独的真理 别人的都不是 一开始我觉得有一点的迷惑 可是这些年呢 当我整理出来 我越来越看见 其实神正在用 在全世界 在转化这个领域里面 有三个最重要的讲源 我叫做转化三大主流 这三大主流 好像表面上听起来是有一点冲突 但事实上呢 当我们仔细去思想并没有冲突 所以我今天很快的跟大家稍微讲一下 这个转化的三大主流 也能够帮助我们 能够明白神现阶段 在全世界正在做的工作 这三大主流 当然三个主要的人物 第一个主要的人物叫做 George Otis Jr George Otis Jr 这个O-T-I-S O-T-I-S 那么他所强调的 就是转化 乃是完全是上帝的大能 如果你看过他所做的转化的DVD Transformation 早期很多年前的了 他非常出名 到处他很多的DVD 告诉你神在全世界做奇妙的转化的工作 他是一个转化 一个代表人物 第二个是Lauren Cunningham Lauren Cunningham Lauren Cunningham 他是青年使命团的创办人 YWAM的创办人 Lauren Cunningham 他强调的是讲到 要怎么样进入影响世界的七个山头 这个我想大家都听过 影响世界的七个山头 第三大主流呢 就是在我们本地的 Ed Silvoso S-I-L-V-O-S-O S-I-L-V-O-S-O Ed Silvoso 他所强调的是Prayer Evangelism 是祷告传福音的策略 那这个是另外一个转化 这三个人都是现在在全世界 讲转化工作最出名的三个 那表面上看起来呢 这三个几乎很难能够彼此的这个 能够连结在一起 但这些日子当我自己在看整个转化工作的时候 我就发现这三个其实是很重要的 三个资助是都不可少的三个资助 人可以渴望 可是转化唯独是上帝的作为 人没有办法做任何的事情 所以有些时候 他在讲道的时候会讲到说 他到一个城市去 他们的牧师团队都已经准备好的告诉他说 George 我们都准备好了 我们策划好了 全体教会一起愿意动员 愿意让转化发生在这里 他听到这里 他很简单就是说 No 人无法做任何转化的工作 你可以祷告 可以策划 只有上帝能够成就这个工作 那这个转化的主权 唯独在乎神 的确这些年我们也看见 在世界很多地方 看见是上帝的手在做转化的工作 那是没有人可以解释 最初我们当然早期在 Guadamala的Amalonga这个城市 2002年的时候 我跟我们教会的真牧师 还有另外一位牧师 我们三个人就到Guadamala Guadamala这个国家去 为什么呢 就是要看那个地方 Amalonga这个村落的红萝卜 为什么呢 因为Amalonga这个地方 是很小的地方 在过去呢 都是很多的一些犯罪啊等等 然后五谷不生 没有办法长出任何东西 可当地的牧师 当他们在那里 同心合意祷告的时候 奇妙的事情发生了 这个犯罪率越来越少 甚至到他们那个城市的监狱 关门了 你可以想象吗 关门了 百分之九十的人成为基督徒 人悔改归向到神的面前 这还不觉得有什么特别 特别的是 整个土质都被改变了 以前是五谷不生的 可是呢忽然间 从那一天开始 就发现开始长出的菜酥 是比不但是周期短了 好像以前在六十天长胡萝卜 现在三十天就可以长出来 而且那个大到 无法想象 那红萝卜在这红萝卜这么小 在那红萝卜这么大 你见过没有 所以大家都很好奇 要看看这红萝卜长得什么样子 我跟曾牧师也不例外 我们就飞到瓜达马拉 要看这个红萝卜 哇 那真的大 真的大 那个时候正在看的时候 就有人问说 你觉得从神的眼中看 这红萝卜大吗 我们都不知道怎么会这样 我们觉得很大 不过神觉得大吗 后来我们一次的决定就 No 从神的眼中来讲 一点都不大 说不定从神的眼中看 这才是正确的 这是应该的 正常的大小 但是的确很多时候 我们人的眼目很狭窄 无法想象上那座位 更奇妙的是 你知道 这个以前过去 这个整个地区都是荒地 可是自从神的转化 触动这个地区之后 很奇妙 就在阿玛隆嘎这个城市的 里面是很丰富 可是你一跨过这个界限 一线之隔 旁边都是平级 什么都长不出来 只有在阿玛隆嘎这个地区的界限之内 所有的菜书都非常的肥沃 哇 这除非是上帝的作为 没有人能够解释 当这些牧者同心合意祷告的时候 带来整个社区的转化 带来土质的改变 2005年我们去Fiji Island 也是一样 我们跟着Georgio Tis Jr.去 到Fiji Island 我们为什么去呢 也是看见那是非常奇妙 整个国家的转化的工作 在五年前 在那个时候的五年前 Fiji Island遇到极大的饥荒 不但是五穀不胜 而且鱼群都不进来 因为珊瑚都死 鱼没有什么东西可吃 所以当时 一个极大的灾荒领导在Fiji Island Fiji群岛的总统 那时候是基督徒 他就召集所有的 一些大宗派的领袖 通通聚集在一起 他就对他们说 我知道平常你们都不讲话 没错 林恩派跟静兴会啊 都不讲话 平常都不在一起 但他说 现在我用总统的命令 吩咐你们 要为国家的缘故 一起来祷告 哇 这些平常都不讲话 也不祷告 鼻子互不想 老死不想往来 但是因为 总统的命令的缘故 他们愿意聚集在一起 他们就一起 同心合意 为整个Fiji Island来祷告 神就在这个过程当中 给他们一个策略 他们就开始派很多牧师团队 到不同的村落去 当到村落去的时候 就把所有的村落的人叫来 从酋长到孩子 问他们说 现在面临这么大的灾害 请问有什么解决的方法没有 他们都说没有 牧师团队就说 我们有个解决的方法 就历代志下第七章十四节 我们若谦卑 祷告 认罪 我们从我们的罪行当中回转 神就要赦免我们的罪 医治这个土地 他说你的土地可以被神医治 如果我们愿意认罪悔改 结果每个村落都从酋长一直到这些村民 各个都愿意悔改 在神的面前 他们进食祷告 在神的面前 很奇妙 当他们祷告两个礼拜 整整两个礼拜 就在两个礼拜的最后 忽然间神迹就发生了 忽然间树上长起果子来了 鱼群开始回来了 珊瑚都活过来了 以前一条鱼都没有 第二天上千条鱼回到这个海边来 哇 整个神迹发生 就发现每一个村落 后来说赶快来啊 赶快来为我们祷告 我们也要转化的大能 整个国家被翻转过来 弗吉拉已经几乎现在 百分之六十五是基督徒 国会 他们有一个牧师祷告团 在你从来没有一个国家的国会 是这样做的 他们说任何法案 要到国会表决以前 要请牧师祷告团先通过 然后再到国会来表决 哇 整个国家被翻转 2005年我们有机会 拜访很多不同的村落 那些酋长给我们做见证 村民给我们做见证 当你看见这些字 你就知道 这不是人手所能做的 只有上帝的作为 我们人是需要祷告 我们人可以来身边渴望 但你知道这一切都不是人手 能够做 我们真的单单仰望神 919-19 这些年他就做这个工作 到处访问这些地区 事实上越来越多的地区 都经历过这些上帝的作为 奇妙的工作 的确我们看见 从一个角度来转化 的确是上帝的大能 是上帝的大能 我们真的要将一切荣耀 都归给他 Amen 但第二方面 这是从神的层面来讲 第二方面 我们要从教会的层面来讲 转化 是神给教会的使命跟托付 转化 是神给教会的使命跟托付 因为 从一个角度来讲 如果这是神的作为 我们人能够做 什么都不能做 说真的 Nothing we can do 对不对 那我们今天只有祷告就好了 那什么都不能做呢 其实也不是 Lauren Connick 很清楚讲到这样一个观念 从神的层面来讲 的确是上帝的作为 人手不能做 但是从教会的层面来看 转化的确是神给我们的使命跟托付 你还记得神给我们 主耶稣给我们的大使命是什么呢 你们要去 使万民做我的门徒 而且是 make disciples of all nations 英文讲得更清楚 换言到说 主给我们的大使命 不是要我们个人传福音这种事 不是你带一个灵魂信主 没有 他说make disciples of all nations 不是每一个individual 是一个万民 是一个国 你怎么make disciples of all nations 你就不是只是一个一个传福音 这么简单 这包括转化的使命 你要带来社区文化各方面的 能够来使一个国家 使一个国民能够成为主的门徒 就是从文化各方面都来招手 不是说只是传福音那么简单 换言到在主的大使命里面 Lauren Cunningham讲到就是说 这包括了转化的使命在里面 所以他提出你怎么样能够扭转一个国家 转化一个国家呢 你一定要进入影响这个国家的七个重要的领域 这七个重要领域是什么呢 第一个政府 government 不是政治啊 是政府 要进入政府 government的里面 政府是有这种权柄 第二个 商业 不是经济 是商业 comments 怎么样在这个商业的领域里面 第三个 教育 教育 这个当然我们都了解 教育是长远影响这个国家 第四个 就是宗教 宗教 当然宗教也是很直接会影响一个社区的 第五个 家庭 家庭 家庭当然是影响 破碎的家庭就带来破碎的心灵 第六个 媒体 当然不用说这个时代媒体的影响力多大 第七个 艺术跟文化 或者是说表演 艺术跟Entertainment 我们看见七大领域 政府 这个宗教 商业 教育 家庭 媒体 跟艺术 若是我们能够进入在这七大领域里面 我们才能够在每一个领域带来影响力 我们才能影响这个世代 否则的话我们无法影响在 今天教会只是局限在宗教的领域里面 难怪我们无法影响世代 因为我们最多只能在宗教上带来影响力 换句话 Lawren Conlon Challenge今天的教会 不要只是躲在四面墙的里面 我们必须进入社区的每一个领域里面 你们 那怎么样能够进入七大领域呢 其实Lawren Conlon Challenge讲这件事 好像给我们教会开了一条路 说真的 你如果只听Georgio记者 这么多年我听他 我跟他很熟啊 我听他讲了 我就觉得 Oh nothing we can do 然后真的是 只有上帝的大领域 OK 祷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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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什么其他 可是当我听到Lawren Conlon Challenge 说 是的 我承认那是上帝的作为 但那一方面 教会是可以做的 我们是可以有一些策略 能够带来整个转化这个社区的一个策略 怎么样的策略 我们能够转化这个社区 三方面的策略要提出来 第一个就是祷告 就是祷告 我们读一段圣经在约翰福音第十四章第十二节 约翰福音第十四章第十二节 很熟的一段圣经 当然耶稣在这里讲到 就是说 我十四才告诉你们 我所做的事 信我的人也要做 并且要做比这更大的事 因为我往父那里去 哇 这些事情很熟了 那你说 我们怎么可能做比耶稣更大的事呢 答案在哪里 十三节就答案了 十三节 主说你们奉我的名 无论求什么 我必成就 教父因儿子得荣耀 哦 答案就在这里嘛 我们怎么样能够做比耶稣更大的事情 答案就在于 我们奉主耶稣的名来祈求 十四章十二节跟十三节 那怎么祷告法呢 其实我觉得有一个祷告是我们常常很忽略 或者说没有很正确来解释 就是主耶稣的确教导我们做一个祷告 路加福音第十章第二节 路加福音第十章第二节 这个祷告其实是很重要一个祷告 就对他们说要收的庄稼多做工人之后 所以你们要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出去收他的庄稼 有一个祷告我们常常很忽略 就是求主打发工人的祷告 我如果讲这个祷告 通常你想到什么 这工人是什么 你会想传道人 其实不是 我觉得今天神在这个世代 要用各样的工人 以前我们解释这段圣经常常只是 讲到是全职的传道 主要求你打发全职的传道人 其实我越来越看见 今天神 我们讲到平信徒侍奉 讲到职场侍奉 不是吗 其实神今天要打发各式各样的工人 进入不同的领域里面 能够在那个领域里面带来影响力 我们要祈求求神打发工人进入教育界 不是牧师 而是教育界的精英 基督徒的精英 进入教育界 进入政府 进入商业界 不是要传道人 可是要求神打发属神的工人 你知道你怎么带来影响力 我告诉你答案很简单 就是你只要在那个领域里面 能够带来答案 你就有影响力 如果你不能带来答案 不可能有影响力 林书豪为什么有影响力 因为他打球打得好嘛 光是有虔诚的信仰 是不足以影响世代的 我告诉你 光是有虔诚的祷告 也不足以影响世代 你必须要在这个领域里面 带来影响力 MBA不是因为你是有 属灵的基督徒 他用你 MBA是因为你打球打得好 他用你 今天很多基督徒 常常有错误的观点 我只要做属灵的基督徒 属灵的基督徒不见得是卓越的基督徒 我要清楚讲这件事 我教会看太多了 属灵的基督徒不见得卓越 这是很sad 很悲哀的事情 一个属灵的基督徒应当卓越 但教会却没有强调这点 今天我们在每一个领域里面 都要活出卓越的人生来 你才能带来改变 基督徒不能够随随便便 我只要属灵就好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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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错了 正是因为这种错误的观念 让今天教会失去影响力 这个世界根本不想听 你教会无论什么 他都不要听 因为你不够卓越 没什么好听的 你要带来影响力 带来答案 你只要在你的社区带来答案 你在社区就有影响力 你只要在你的工作上带来答案 你就会升迁蛮简单 你要在工作上升迁 你带来答案 要卓越 我们要祈求 求神兴起功能 我们在每一个领域里面 都应该有卓越的领袖 都应该有卓越的团队 那我告诉你 这个世界自然而然 要听我们的声音 Amen 所以我们要祈求 为这件事情来祈求 祷告 第二个 一定要参与 一定要参与 如果没有实际的参与 一切祷告 都成为空谈 不是吗 我常说祷告是空军 alright 但是呢 你光打空战 因为又不行了 光打炸完了 怎么办呢 你还是要地面部队进去 如果你不地面部队 不进去 那就像美国天天打完了 到时候 alkedad就来了 地面部队 人家就来了 你不进去 人家就来了 光打空战是不够的 今天我们一定要强调地面作战 我们要想改变世界 我告诉你 我们今天一定要参与到社区里面 教会不能够再关起门来 躲在教会里面 说我们有光啊 有光啊 这个世界是黑暗的 我们有光啊 这个 耶稣说你的光要照在哪里呢 照在人前 光不是照在教会里 光要照在人前 这耶稣讲得很清楚 好叫人看见你们的好行为 就像荣耀归给神 耶稣都把策略讲得很清楚 好叫人看见我们的好行为 这个世界上你跟他讲信心 他不懂什么叫信心 他是凭眼见不凭信心 你跟他讲耶稣 他根本不知道什么耶稣 他根本没见过耶稣 他什么耶稣 他也不知道就是怎么爱他 我有一件事情 这个世界明白了 好行为 The only thing 这个世界明白了 就是好行为 恩可惜今天教会就忽略了好行为 我们只强调属灵 却忽略了好行为 今天我们要一定要积极的参与 我们如果要改变世界 你一定要参与 我这些年 我真的很明白 说真的 我们在加州 我们都知道八号提案的事情 对不对 八号提案很清楚的证明一件事情 在美国以前我们觉得是多数 就通过了 多数表决就赞成 就应该通过了 八号提案明明我们在加州投票的时候 是多数票通过 对不对 应该是在美国 你想想看 多数投票通过就应该通过了 没想到大法官一个人 可以否决你 你所有的选民 多数票都会通通不成效 只要他一个人说不成就不成 这真的要把我们打醒 你要明白美国的制度 换句话你要带来改变吗 你要在那个位置上 否则shut up 你除非在位置上 你不在位置上 没有用 真的我现在越来越明白 为什么你说在这个 我们这个那个时候 加州教材 那个时候讲的要同性的教材 讲了讨论讨论讨论 讲了半天 44号 那个是几号提案 我都搞不清楚 最近一个126号提案 又来了什么东西 大堆 他签名 我在教会 拜托不用再签名了 没用 加州的问题 不是多数少数的问题 加州的问题是 在教育委员会里面 根本没几个基督徒 我请问你 那些不是基督徒的人 他们能够制定什么法案 是合乎圣经的原则 不可能 事实上在现在在加州教育委员会里面 全是非常liber的人 他们是非 他们站在那个位置上 今天基督徒除非我们愿意参与 我们要站在位置上 否则我们不可能扭转这个世代 所以现在我们教会 我现在都鼓励弟兄姐妹 参选参选参选 真的 在别的州我不知道 在加州 华人这么多 我们还不参选 你在别的州说 我们没什么州选票算了 不可能 在加州 在加州白人还算是minority 我告诉你 如果我们把所有亚裔加起来 还是majority的 我们看见 今天我们有很大的机会 但基督徒要起来 一定要起来 一定要开始 我们只是常常希望下一代起来 我们这一代就要起来 你知道我们这一代 如果不起来 我怎么可以培养下一代起来 你看整个美国的政治 都是好像政治世家这样子的呀 是真的是在那个环境中长大的孩子 很多的孩子 我以前在Washington DC 祷告行径的时候 我看见那个很多的议会里面 有很多所谓的高中生 我说什么高中生在里面 他们那个是叫Pager 就每一个议员 他会有几个 好像高中实习的这些学生 他叫Pager 帮这些国会议员做很多小事情 每一个州都有 后来很多的议员 都是从这种Pager做起的啦 你知道从小就要培养他 否则你怎么可能 那我常常觉得我们在中国教会里面 太少这种观念了 我们从来觉得 我们不要参与这些 那是属世的 那难怪今天你一天到晚被挨打 一天到晚在埋怨 这个国家太黑暗 世界太黑暗 Come on 你如果不参与 你就不要埋怨 很简单 没什么好埋怨 所以现在很多人叫我签名 我第一个去参选 真的 签名没用的啦 你真的要很清楚明白 在加州就算你签名 大多数他们都不会理你的 唯一要改变世代嘛 起来一定要参与 从学区开始啊 我常常说 最简单 中国家庭其实很奇怪 我们都像我们孩子 到最好的学校不是吗 大家一定要往什么 Cupertino挤啊 为什么 搞得这个Cupertino房价这么高 难以买到 就是要学去最好的学习 你知道我住Cupertino 二十几年了 早期Cupertino发生过一件事情 就是因为太多人 要把孩子送到Cupertino学区 到一个地步 还报假地址 到一个地步 学区委员 半夜敲你家门 要查查看 这个孩子是不是真的住在你家 哇 我说到这种地步 多丢人啊 只有中国人做出这种事情 也许印度人也做出 I don't know 以前美国怎么会有这种事情 半夜到你家敲门 吓死你啊 但是已经严重到一个地步 多少人谎报地 就是要把孩子送到这个学区 这么好 要这个学区 可是 当学校要义工的时候呢 中国家 我们太忙了 我们不要参与 学校任何的事情 我在这个Cupertino学区 跟他们谈很久 很多的白人都很反感 他说中国的家庭 只要好处都不尽义务 我就常常鼓励我们教育 我们的学区 come on 参加学区吧 一些义务的工作 做义工吧 参加学区的委员吧 会议吧 去参加吧 你不参与 你怎么可能带来影响 从学区开始 我觉得今天中国教育一定要觉醒 一定要觉醒 我现在跟很多教育领袖 都开始说我们要觉醒 不要再怎么签名 这个给人家很不好的印象 说真的 教会现在给人家 因为就是 都是仇恨仇恨仇恨 真的 你不要为真理而战 人家不这么想的 人家不这样想的 我看我们今天教会 一定要觉醒在这样 怎么样有 不能老是打输仗 你打仗有打输 这种仗我不要再打的啦 你知道吗 我们一定要有赢的策略 你们 教会一定要连接在 我现在一直跟很多教育领袖 我们希望怎么样连接在 大家同心可以鼓励 我们才有可能扭转这个局势 Amen 我还记得有一次我去这个 这个Little Rock 这个阿肯萨这个州 去访问一个教会 叫Fellowship Bible Church 他们教会四五千人 他们教会呢 也是小组教会 那我就跟他们谈的时候 他们就很清楚 他们小组教会是很不一样 跟我们小组教会 他们小组教会 训练造就三年 就要毕业 他不容许你 好像老死在这小组 他说你三年要毕业 毕业干什么呢 你要选择 他有很多社区小组 你一定要从原来的牧养小组 转型到社区小组 你要选择一个 你可以到医院去 你可以到这个 这个政府去做医工 你可以到学校去做医工 他们全部都各式各样的社区小组 然后每一个社区都有它的区目 不同 所以他们散步在整个城市 每一个里面 你知道阿肯萨 那个Little Rock 那个城市的市长 有一天到这个教会 对这教会怎么说呢 他对这个教会说 你要知道有一天早上 我醒来 我忽然发现 我们城市 不能够没有你们教会 这是何等 这是我的梦想 如果有一天神后社会能够说 不能没有我们教会 那是我的梦想 我以为那是不可能达到的事情 但在Little Rock 阿肯萨 的确实现了 就是因为他们教会 已经深入到社区每一个领域 所以我们看见 这的确可以做得到的 我们看见 这是应当有个策略 是可以扭转世代的策略 第三个我们看见 就是要合作 不但要祷告 不但参与 第三个一定要合作 这个争战不是靠着单打独斗 我们看见 必须要教会要走出 我们自己的这个范围 学习跟商业界合作 我们需要跟一些学校合作 我们需要跟政府合作 不要老是把别人当作你的敌人来看 今天教会很奇怪 教会永远把别人当作敌人 世界充满敌人 其实是充满朋友 真的怎么样跟他们合作 一起来带来社区的转化跟转变 你知道我上次在LA的时候 看见一个广告蛮感动 他说上面写的 在Starbucks里面 在Starbucks他贴了一个广告 Starbucks and Dream Center Dream Center这个教会的名字 在南加州非常出名 专门做社区服务 救济贫穷 他说Starbucks and Dream Center Join hands together to feed the poor 就是一个救济贫穷的program 是这个Starbucks跟这个教会连接在一起 因为Starbucks有钱嘛 教会有人嘛 教会就是没钱嘛 你没有钱 跟商业 很多的商业 就很多的资源 他们乐意来做这些慈善的工作的 而教会能够起来 有所有人力的资源配合在一起 我们能够做很多的事情的 我们可以跟学校合作 不要老是把学校当作你的敌人来看 我知道有一个 这个在Colorado州 有一个美国教会就做一个见证 他们说他们 很大的教会四五千人 他们本来想要开个自己的基督教学校 后来祷告决定 他们不开基督教学校 他们鼓励他们的弟兄姐妹 进入社区里面 就是参与学区的工作 鼓励他们的老师到基督 从基督教学校转到一些公立学校做老师 他们鼓励说一定要进入公立学校 参与学区委员帮助 而且他们每年Christmas都做一件事情 就是他们选一个学校 请那个学校列了一个 这个Christmas wish list 就是你希望的圣诞礼物 一个学校 选一个学校让他们列出所有想要的圣诞礼物 那学校就开始列了 希望整个需要更多的电脑啊 需要这个学校油漆啊等等 然后他们选一个学校 那一个那一年的Christmas 就将他们所有的那个wish list 全部实现 通通为他们成就 哇你可以想象 这个教会在那个城市多popular吗 所有的学校都等 哎呀什么轮到我们啊 来啊来啊来啊 然后牧师请你随时到我们学校来讲道 你讲什么都可以 讲耶稣都没问题 随时来 耶稣你为什么常常把别人当你的敌人来看 当你施恩于别人的时候 你看见别人就施恩于你嘛 你要讲到随便讲 讲耶稣都没问题 You see 我们常常觉得我们教会把我们自己 关在一个笼子里面 我们把我们限制在一个地方 是好像根本无法施展 其实我们要更多的合作 你知道我们教会每年都送 Santa Clara City 这个警察局 每年我们送他们这个donut Christmas送donut program 那我们在这个 不但送donut 而且每一年都是 Crispy Cream Donut 是特别的 最好吃的donut 不知道为什么警察最喜欢吃donut 我们每年送donut 而且不是送几打 是每一个警察送一打 所以我们送donut的车子 是好几架车子 几百打donut 然后浩浩荡荡 开到这个警察局 然后送给他们 那不止警察局 我们也送给这个 消防队 也送给一些城市 他们不同的地区 我们送给他们 林社也都送给donut 那就发现 哇 你都不知道那警察多高兴啊 哇 我告诉我 每年我们现在去 他们一字排开欢迎我们 真的 我这边 good friend 我们跟他们 真的成为好朋友啊 有一次我们的牧师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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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超速了 结果那个警察 拦他下来 我们那个牧师说 哦 我是牧师啊 真要是赶聚会 我去哪个教会 revolve来 哦 去去去去 我的意识上 不是要我们随意 而是说 真的是有friendship 有relationship 在嘛 你知道吗 我说合作太重要 教会今天关起门来 就把世界当敌人了 错了 这个教育 这个世界有很多资源的 教育要敞开自己 能够跟这些各个单位连结在一起 然后我们一起合作 我们就带来一些转化的一些 一些一些实际 你们 这是第二方面 我们看第二个层次 转化是教会的使命 跟一个托付 第三个层面 我叫做个人的层面 个人的层面 转化的确是我们个人的责任 第三个 转化是我们个人的责任 那当我们讲到 转化是神的大能的时候 我觉得 Nothing we can do 当我们讲到转化是进入七大领域的时候 毕竟七大领域离我们还是很遥远的 对我们个人的小信徒来讲 有七大领域 每一个领域我们可以进得去 还是觉得很遥远 怎么办 这个时候 Esservoso的教导就非常宝贵 Esservoso 它是就在我们San Jose 它是这个 它讲到说 什么是转化呢 转化就是 Pray evangelism 就是借着祷告来传福音 它讲到转化很简单 从你个人的祷告开始 从个人开始为你身旁周围的人祝福祷告 他的教导很简单 非常简单 人人可以做到 你就开始为别人祝福祷告 你不要去让他们悔改任何 第一个先祝福祷告 为他们祝福 能够在他们生活当中成为他的朋友 帮助他们 能够解决他们的生活的问题 就这么简单 所以他讲到说 其实 他上次到我们教会来讲到 就讲到说 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每一天 为你隔壁邻居 左边邻居祷告 右边邻居祷告 对面邻居祷告 为三个邻居祷告 每天一出门应该祝福他们 祝福他们 这对我们中国信徒是很新鲜的 中国人honestly 在美国 你邻居是谁你都不知道 很多时候 有时候最多只说 hi good morning that's it 不会有什么任何的 很深的交通 所以我们看见 其实这很好 就是每天来住 你一祷告就说 我对他认识很少 我不知道怎么为他祷告 你就开始想要认识他更多一点 每天为你左边祷告 右边祷告 对面祷告 你不要也没什么 其实带来很大的影响力 很大的影响力 我在去年一月的时候 就参加S Vosso 他的conference 刚好呢 我坐在桌子上 旁边就从泰国来的一个牧师 他们的Puket 是一个观光地区 很出名 那他的教会成长了七千多人 我就问他说 我说你们教会 怎么这么快速成长 什么秘诀 他告诉我很简单 就是用S Vosso的Prayer Evangelism 我说真的 Prayer Evangelism 让你教会成长七千多人 哦呀 充满神机奇事 他说真的吗 他跟我讲说 他们教会有一个老太太 是一个卖冰淇淋的老太太 那他后来信主 信主之后呢 他被教导说 你的工作场合 就是你侍奉的场合 哦 他就明白了 他卖冰淇淋 他就知道 这就是他侍奉的工厂 他从那天开始 他每天在做冰淇淋 一边做就 奉主名祷告 祝福这个冰淇淋 恩高这个冰淇淋 然后每卖一个冰淇淋 每一个顾客来 他一定祝福他 恩高这个冰淇淋 让这个人 吃了这个冰淇淋 就能够整个人生活 更新起来 祝福他 新的恩高 每个就这样 结果生意真的好起来 很多人说 很奇怪 你们这家冰淇淋 特别好吃 本来心情不好 吃得都很快乐 到底怎么回应 他说因为我为你们祷告啊 他生意就好起来 结果有一天 神就提醒他 你不要只是为 你这旁边的人祷告 你应该为你们州长祷告 他们州的州长 是全泰国最腐败 最贪污腐败的一个州长 他就祝福 每天为他的州长 祝福祷告 有一天他祷告 他说主啊 有没有可能让这个州长 到我冰淇淋店 吃我的冰淇淋呢 结果 那个州长真的来了 经过他冰淇淋店 派了个人下车买冰淇淋 过了几分钟 州长亲自下车 他说奇怪 你们家冰淇淋特别好吃 我今天心情非常不好 吃了冰淇淋 现在心情很快乐 怎么会是 你是什么冰淇淋啊 因为我为了冰淇淋 祷告州长 然后说州长 这个礼拜天 你可不可以到我们教会聚会啊 州长没说话 就走了 结果那礼拜天 州长真的来了 但是这个老太太 忘记跟他的牧师说 他的牧师那天讲的信息是 神要崇重的惩罚 贪官污吏 那个牧师刚才 周长在吵 糟糕 这不能讲 不能讲 赶快换 换讲题啊 正要准备换 圣灵提 这是我给你信息 不可以换 你要照着讲 他只好凭着信息开始讲 越讲 周长脸越长 糟糕 糟糕了 这聚会结束之后 那他的牧师 真的觉得心里提上 不知道怎么会 怎么会怎么办 果真第二天早上 周长办公室打电话 周长要见你 他说完蛋 这下怎么办 他走到周长办公室 坐下来 周长就说 牧师你昨天讲的 每一句话 都是神对我说的 我今天愿意 接受耶稣做我个人的 就是请你带我祷告 哇 从那一天开始 这个周长改变 那个牧师告诉我说 后来这个周长不但连任 而且被选为模范周长 Hallelujah 整个周带来扭转 都因为一个卖冰淇淋 老太太的祷告 Hallelujah 你不要轻开你个人的祷告 转化就从个人的祷告开始 你还是能带来影响力的 你不要以为转化是一个 很大的一个事情 从你生活开始 你就看见神能够透过你 使你成为神迹的亲 Amen 所以转化三个层面 一个从神的层面来看 我们看的确是上帝的作为大能 但第二个 教会不能说没有责任 神给我们一个托付跟使命 是转化 是一个策略 我们需要祷告 我们需要参与 我们需要合作 对个人来讲 What can we do 为你身旁周人祝福 祷告 神在这末后世代 是要兴起这大军队的 Amen 是个转化的大军 求神让我们每一个人都参与在这军队的里面 不要看这世界太黑暗 我们的神仍然拥有最后的答案 Amen 我们去祷告 现在我们再次来到你面前 献上我们的感谢 我们再次遵从你 无论我们看这个世界多么的黑暗 但我们深深的相信主啊 你仍然能够带来扭转力 我们肯求你的圣灵来兴起你的百姓 兴起你的教会 在这样一个世代 我们真的明白你的心意 懂得真的是能够与你的心意一同来配合 摆上我们自己 进入社区带来改变 我们求你的圣灵真的亲自祝福 每位同学也让我们深深的明白你的策略 也在我们服侍的工厂当中 也在我们服侍的生活当中 亲自经历你转化的大能 我们这样感谢祷告奉耶稣得胜的名祈求 Amen